1955年,飞行员潘克勇飞过观音山上空,罗盘出现异常反应,搜索之后发现鲜明炼铁的铁渣,推开了13行文化的大门。 在考古学者们的努力下,文物渐渐出土,拼凑出当时的生活样貌。 13行文化中,淘气出土数量庞大,博物馆复制了淘气的纹路,做成淘板让民众触摸,用触觉体验当时的生活感,摆放在玻璃橱窗内的淘罐、玻璃手镯,让人好想挑挑看选选看哟。 13行博物馆是附近学校的校外教学圣地,所以馆内有许多寓教娱乐的设施。 需要动动脑的拼图、积木、抑制游戏机,都可以在完成后得到13行文化的相关知识。 墨镜哥玩神秘箱。 这个是包图,我猜猜看到顶端也是圆的,然后打开来看看。 这里是答案。 这里是用的。 不是在QR Code的地方 這是魚的頭髮 這是魚的頭髮 你可以用上櫃子的櫃子 你可以在這裡 在底下 你會刷到QR Code 所以你能接觸一下魚 他們可以試試玩 你可以把球放在下面 你可以把球放在這裡 你也可以拆開 因為有一個連接的線 所以你也可以接觸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 然後它會這樣 雞木 這是一個架子 有四塊 然後我必須把他們放在四塊 有嗎? 看起來有點像這麼很喜歡 某個角落看起來像 有嗎? 墨鏡哥證實 超好玩的啦 這裡也有專業的烤骨體驗區 透過器具陳列和互動區 可以體驗考古學者們 如何進行考古工作 墨鏡哥在研討會中 與各界人士交流意見 討論如何將無障礙的概念加入展覽 使障礙者能夠更順利的接觸十三行文化 美國代表 你去飛機和空間公園 而你興奮飛機 但不是飛機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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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代表 我們都是在展覽 廣東文 有很多的英文 和普通 香港 香港 其實我們最主要以香港為主 香港 我們先來 看 我們再次 再度 零 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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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幕后花絮 十三行文化 假人挑战 其实是模拟蜡像啦 仙明们分别扛着猎物和弓箭 两位男子制作淘气 背着小婴儿的妇女正在纺织 嗨,我是墨金哥 想看更多 《忙旅游忙生活》BTBLC 请点上面的info card哦 If you enjoy blind travel Busy live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